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我忘了 师父 这锦王这么坏 你为什么不杀他 成岭 我和王爷之间 若论私情 恩怨难断 若为了大义 我断然不能够杀他 锦王在西北 大权在握 但是身边的人 同样也虎视眈眈 我若杀了他 周围的人必定揭竿而起 我只有将他打伤 让他缠绵病榻 使别人难以上位 才会达到龙虎相征的平衡 我不明白 成岭 晋州军造反已成必然之时 倘若你师父杀了晋王 还会有其他人 即王爷之位 战火 仍会遍布神州大地 没有构成平衡之时 只有让晋王跟其他人 消耗在内斗当中 天下 才可保几年太平 七爷 你别跟我解释了 我脑子笨 不明白 我也不想明白 我就想救回我师父 孩子话 成岭 你必须明白 在大杰大义面前 为师一己性命 又何足道在 晋州军这支猛虎 是我亲手养成的 刀兵一起 生灵涂炭 解释 我背负的 就不只是四季山庄的遗憾了 更是所有在战事中 丧生的亡魂 对 对不起 师父 晋王既然得到了琉璃甲 必定会去寻阴阳策 即使阴阳策未必能治好他 但我又如何能冒这个险 万一他痊愈了呢 那之前为师的努力 不都腹之洞流 成岭 你不希望为师 带着这个遗憾 死不瞑目吧 成岭 我与你的师徒缘分 太前了 没能有时间好好教导你 但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 便是为师的好徒儿 也是太师父时常教给我的话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能以无用之身 做有用之事 何止大幸 何止大幸 不必悲伤 无锡 七爷 成岭和老温是我至亲之人 替我照顾好他们 子舒 我知道 王爷要的并不是阴阳测 王爷跟我追根溯源 本是沙陀后裔 因先祖平乱有功 方才得资国性 官拜节度时繁衍生息 才有了而今的局面 而这些 子舒你是知道的 可是如果再往前乱 我们组织一支实则隶属唾解王族 族中一直有一个故老相传的传说 说是先祖越马中原之际 曾经留下了一处宝库 宝库中藏着一个江山永固的秘密 一旦找到了这个秘密 我族便可过上风衣足食的日子 不必再流浪在外 宝库 有六把钥匙 分别掌管于六大姓氏的族长手中 六大姓族长保管 是 听起来是不是很像琉璃甲和钥匙呢 但其实我祖上还有很多类似的传说 实际都是一些美好的空想 听得多了 便不再当真 但我记得你说过 周伯父是被老王爷秘密赐死的 这不禁让我想到在我很小的时候 老王爷曾经告诉我们这些孩子 这个江山永固的秘密 马上就可以找到了 可此后便再也没有了下文 也就是那段时间 老王爷变得非常的消沉 每每最后便会感叹到 都年寻觅 终又化为泡影 叛徒误我云云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 我才得知周伯父梅浪 流利甲和钥匙 本就是师父早年游历所得 难道师父的友人 便是爹爹 琉璃锁和钥匙 都是你师父早年游历所得 做得十分巧妙 相传是打开什么松木 还是拓接贵族宝藏的关键 我说王爷图画里五片琉璃甲 各有各样 当年令尊周老太爷突然辞职 是仙禁王 以反叛之罪将其暗中杀害 冥冥之中原来自有天意 宋军千里 终须一笔 就送到这儿吧 子舒 你我心里都清楚 那江山永过的秘密 本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传说 天下哪有这种东西 你又何必呢 北渊 不必劝了 这传说是真的 我固然非去不可 即便是子虚乌有 我依然非去不可 你想想啊 一头是天下苍生 一头是不知道 还有几天可以活的小命 成是死而无憾 败是以身殉道 横竖都不亏 我怕什么 好 你此去昼夜兼程 沿途啊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 尽管吩咐平安商号 子舒 这里的一切 你放心 交给你 我放心 昌凉 知道为师最担心的是什么吗 交代过你的话 再说一遍 师父伤得太重 齐爷和大巫 带着你去海外仙山求医 嘱咐我和师叔 回来重建四季山庄 等你权益归来 臭小子 你苦这个脸 让你师叔怎么信啊 你知道的 要是你穿帮了 以你师叔的性子 会干出什么事情了 你 你要是不怕 你师父在九泉之下痛心疾首 我也管不了了 我 我会练习 世间万千 皆细与一年间 明月的交界 时空更迭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天涯路远 终有重逢之际 没内健的 水长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江山永固的秘密 传说 竟然都是真的 这亲手打开武库的殊荣 在下不敢略美 段大人 请吧 段某谢过谢王 来人 在 把兵给我敲碎 义父 故地重游 开不开心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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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啊 打不开 假的 奇怪了 又是不对啊 不可能 这 假的 我放你们一马 啊 鬼主为何附我 这钥匙 是假的 这有什么稀奇的 琉璃甲都能有假的 钥匙不能有假的吗 鬼主何在 对 晋王他 没来吗 周子舒 任你有通天的本事 今天 你也别想 看来是没有来 也好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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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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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你怎么来了 你的伤 混蛋 你还知道关心我 说好的同生共死呢 你怎么找到这儿的 废话 我不跟着他们能找到你啊 我又不知道五库在哪儿 那簪子 你是猪啊 我明知道自己要负假死之局 难道会把簪子随身带回险境 不交付给你交付给谁啊 原来五库的钥匙 一直戴在我头上 是 我爹娘一早知道其中厉害 做了这个伪装 可笑的是鬼谷中人 翻遍了我家小院的每一个角落 都没找到 殊不知 他就在我头上 要是我没把那簪子带来 那我俩岂不是傻眼吗 你是来赴死的 便一定会带着他 周子舒你个乌龟王八蛋 若不是老怪物仗义 一群蠢货 办得他娘的什么事 鱼不可及 叶先生 万万不可 子舒他说 千万 你懂个屁 你这是在害他 他骂人同生共死 一旦温公子知道周庄主活不成 那可就 闭上你的乌鸦嘴 谁活不成了 我还没死呢 我不允许任何人献死 你想如果我知道后果之后 会怎么样吗 怎么着 你不怕死 难道我怕啊 就不要忘了 好 是 别点火 这里空气有限 怕什么 容炫他们既然在这里闭关练舞 地宫中自然有专门的气道 你不认识吗 周圣人 你不是视死如归吗 怎么 现在又不想死了 能好好活着 谁想死啊 再说 之前不是没遇见你吗 想不到这六合神宫啊 比阴阳策还选 真的能够看破天人之境 只要人活着 就一定有希望 熬不下去 便什么都没了 真是一群邋遢汉子待的地方 也不知道我娘和大师姑 是怎么忍下去的 这里应该就是比武论剑的地方 书库 应该就在里面 呼 暗阳策啊 还真让我找到了一件宝贝 阿絮啊 这可是神医谷的绝学 来 替我收着 万一出去之后用得着呢 先不说这六合神功 能不能治好我的伤 大雪封住路口 非得等生下溶雪之后才能出去 我们无水无粮 当我知道你吩咐平安银号 采买大量火药之际 我便猜到你要做什么 别看了 走走走 我着急想知道 那江山永固的秘密是什么 说不定有什么能召唤 上古魔神的神器 那咱们不就有救了 走了 百遍千唤云雾十三世 恒山派的绝学 灰民药树 什么 这是一本讲农耕种植的书 会不会是容前辈 偷武林秘籍的时候 搞错了 顺手牵羊来的这个 奇怪了 怎么这间石室里 放的都是一些讲农耕种植的书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找到了 绿河心法 就是它 都是梁氏 老温 你确定每间密室 咱们都搜过了吗 咱们这些密室里 都是一些浓气书籍 连童子都没有一个 都是粮食 这是容炫他们准备的 你看这些封条 都是唾结文字 本以为可以靠这些粮食重击 现在看来是泡汤了 这些粮食在这里放了多久了 二十年不至于腐朽成这样吧 我明白了 我全明白了 这些就是永保江山的秘密啊 传说中 只要找到了这个秘密 就可以让沙托族人 过上丰衣族食的日子 你看这些密室里 都是浓气 粮食 还有翻译成唾结语的浓丧之学 原来这就是唾结祖先 留给他们后人的秘密啊 原来如此 游民民族一旦学会了开荒种地 便会使用中原农具自给自足 江山不就稳了 你那小晋王费了这么大功夫 原来就是为了这一屋子的粮食农具 他那祖上相传江山永孤的秘密 原来就是好好种地 笑得我肚子疼 所以龙伯伯会说 我师父费尽心思的极其琉璃甲 打开帝库之后 发现什么都没有 他一定是替我爹爹寻找的 我爹 一定是受老晋王之托 来寻找这个秘密 结果却发现一屋子的粮食 老晋王闻讯恼羞成怒 将我爹赐死 不 不对 我爹他了解老晋王的心情 知道即使如实相告 晋王也一定不会信 非但自己难以免罪 还会连累到我师父 你爹爹可能根本就没有告诉师父 这宝库意味着什么 所以后来 师父将这里交给容炫改为武库 因为这里本来就是个空库房啊 我现在特别想知道 你那小晋王知道这件事情 真相之后的表情 肯定特别精彩 别笑了 现在大雪封山 你我即便找到出口 就算我们能够出去 你说 人吃冰饮血 能活多久啊 那你猜 叶白衣吃冰饮血 活了多久 你就不好奇 那老怪物 为何像饿死鬼头太一样 拼了命地吃东西 那是因为啊 他已经一百多年 没有吃过人间烟火 逆天改命 是要付出代价的 神功继承 自然能够重塑全身经脉 令其容颜永驻 神仙般地活下去 但是也有其弊端 叶白衣之所以在长明山上 这么长时间不下来 那是因为 一旦踏入天人之境 就必须永居极寒之地 从此风餐露宿 食冰饮血 若是吃了人间烟火 便会开始天人武衰 所以 自从我们认识叶白衣以来 她的头发才会越来越白 所以老怪 就是受够了当活死人 所以才会拼命地 能吃多少吃多少 但是即便不要长生不老 也要肆意地吃够本 也就是说 即便活着离开此处 以后也得长久隐居极寒之地 食血饮兵 没完没了地活下去 那样地活着 还是就此死去 我得衡量衡量 六合神功 破而后利 需要先经过一番地狱般的煎熬 方能重塑全身经脉 再获新生 但是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这期间过程煎熬 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需要二人同修此功 互围互助 在对方濒临崩溃之际 以真气 助彼此共度难关 那我不是占了大便宜 实话告诉你 我的畏惧 嗅觉 触觉 慢慢都没了 感觉不到痛 我知道 所以叶前辈和大巫 才会额外叮嘱 入定之后 很有可能连你的视觉 听觉都会消失 但若如此 切勿慌张 只需静心专注体内周天运行 熬过每层大关之后 五感自然会恢复 但是进入下一层 又会重演 知道了 来吧 天苍苍苍是辽宫成渡寒江 天苍苍是辽宫成渡寒江 谁去我策马将红窗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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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醉遍天涯梦醒不见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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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坦白 我现在坦白 便不算骗你了吧 你说你一个堂堂天窗首领 本应心机深沉得很 怎么我说什么你都信呢 想见恨弯心未婉 不再孤孤似几话 将孤岛西风首马 欢笑桥流水人家 万里河山万家灯 往事如烟浪逃下 将平生霜雪雨寻出秋 烟浪碰炸 阿絮 他都快死了 他怎么了 我有一个法子可以救他 不过 要用你的性命去换 你看看 求知不得 回答得好 温客行 我答应过你 要把周子舒救回来 我叶某一生不负于人 我这就将六合神功传给你 对不住了 你还不是一样起心要骗我 我骗你这一回 也不为大功 留下来的人 才是最痛苦的 你是我的师兄 别让我这一回吧 你等等我 你怎么了 我以前觉得你是装疯卖傻 没想到 你是真疯 温客行 你开心吗 觉得心里超快吗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 你不配 坏人放下屠刀可立地成佛 好人做了坏事 难道就得永世不得超生吗 没这个道理 我想赌一把 你就是我认识的那个你 老温 老温 阿絮 喝酒了 不喜的人没得吃 与许许把时间浪费在寻衣问药上 不如趁着身子还健康 能和我这位知己浪迹天涯 施酒江湖 潇洒走一回 方才不枉此生 你已简单不尽万古城 不如分我尽量 被军飞散万强 从此不永远 六合真气酷炼狂死 非血肉之躯所能承受 必须有人甘愿牺牲作为炉顶 炼花真气后 反输给炼功者 才能破而厚地 跳出生死玄关 但此人却会经脉尽毁 一夜白头 曾有人做了这牺牲 以致我不得不带着这天人合一的组织 活了这么些年 原来 是为了成全今日 安逊少年时 总有少年了 无边落幕小小霞 不经长江滚滚来 封到双肩皆不拒 只要你我还在 我的几高 可鲜几胸 无拘无数意外 但得意至极 未尽风尘 无奈 任山高水 未愿你在 我也在 那次雪崩之后 赵敬羽蝎王 就永远埋葬在雪山之上 从此毒蝎伤亡惨重 消失于江湖 那师父 被困武库里人那队是兄弟 师父怎么样了 要想练成这门奇功 必须有一个人甘心情愿 将自己的肉身当作炉顶 将辛苦练得的真器 反书给练功者 无论你武功如何精深 就算一时还没暴体而亡 终会全神经脉尽端 所以他们学会了吗 爹爹 念仙乖啊 你们又在说什么呢 高师姑 师父在给我们讲 六合神功的故事呢 是 别听你们师父乱讲 成岭 你天天讲这些有的没的 小孩子一旦听多了 都没心思好好练功了 不说了 吃饭去 好 走 走 走 吃饭去了 吃饭去了 一下 energ不同の愿שה 天沧桑失了宫 成督寒江 夜蒙蒙悲中月 飞啸黄堂 空飞湧 省愧 与我策马将虎闯四方 谁醉遍天涯梦醒不见故乡 七零下七秋凉余吻我窗 忍忍怎忍 忍帮未放 惆怅是轻狂 春风吹得绿江南水暗吹不暖人心霜 猝不及放那是不是我们的光 相见恨晚心未婉 不再孤苦四季花 江湖岛西风首马欢笑 桥流水人家 万里河山万家灯 光是如烟浪淘霞 江苹生霜雪雨寻出秋捧茶 人山高水远你在我也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